哈囉哈囉我是慕尼 好啦這部影片要跟大家說什麼呢 沒錯就是我們成為了 天天玩樂園首屆的合作夥伴 真的是非常感謝各位喔 讓我們有機會成為首屆 那這部影片呢我們會替大家介紹說 你要怎麼成為合作夥伴 還有你成為合作夥伴之後 你有什麼好處以及你必須要遵守 的事情 好那我們就先來介紹 怎麼樣成為合作夥伴吧 首先呢點開這個手機 然後這邊有個天天TV 點下去之後呢你看 左上角有個申請合作夥伴 然後你就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就會跳出一個表單 那這裡大家就可以再去細細的去填 然後選中文啦 然後再選這個 I give my 就是提供你的資料啦 類似這種 然後就按繼續 那接下來呢就會告訴你說 好 你的申請條件呢就是 你要有一個YouTube頻道 還有你要13歲以上 然後你要遵守天天玩樂園 以及YouTube的營運條款 那再來呢活動內容呢 就是說欸你要遵守的東西啊 你如果成為合作夥伴之後 你每一週至少要上傳一次 關於天天玩樂園的影片 或者是每一週 達三小時以上的天天玩樂園直播 就是上述的這兩個你要折一 你要選擇一個好不好 當然你兩個都做那是最好啦 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那你至少要完成一個喔 那合作夥伴官方會提供什麼東西 給你們呢 他們會支援你什麼 幫助你什麼的 那就是他會提供你一些 你影片有可能需要用到的財物 好不好 什麼東西呢 例如說你可能 你要拍一個什麼 腳踏車特輯 好不好 你要拍什麼顏色的 那他可能就提供新幣 之類的好不好 例如說你可能要 買一個頭 他可能要50鑽石 那官方可能會提供鑽石之類的 這個就叫做遊戲內財物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活動用兌換碼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常常 會PO一些什麼序號 然後大家可以去換 這個東西呢 就是兌換碼 然後就是活動用的 那那個東西 算是 大家都可以用 然後幾乎都沒有限制 數量嘛 那關於這種 特別的活動用兌換碼呢 在我們這種天天玩樂園 合作夥伴身上的 那這個 兌換碼 他就會有限額喔 例如說可能 這個兌換碼 就是木尼的 他有可能就只能使用 30格之類的好不好 所以 他這邊才會跟大家講說 這是可以跟 我們的訂閱者 互動用的兌換碼 就是屬於 本人 或是其他人 其他合作夥伴的 他們的兌換碼 可能都不一樣 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有限額 這種活動兌換碼 就會跟以往的 我們提供給大家的序號 有很大的差別喔 這個可能就會有限量 那這個 兌換碼呢 木尼目前是還沒有收到 那之後如果有收到的話 我會再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講 那大家可以再敬請期待喔 或是之後有誰 有兌換碼 他也是合作夥伴 然後他有兌換碼了 那大家也可以去多多關注 也許 兌換碼 在每個人身上是不一樣的喔 那再來呢 天天TV 目錄 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PlayTV 天天TV 他算是一個遊戲內幫大家 曝光影片的地方 那 為什麼他這邊會說 合作夥伴資源內容 當中包含天天TV曝光呢 因為你的影片如果有在天天TV曝光的話 你的影片就會比較容易被大家看到 就有一個曝光度 那你如果成為合作夥伴的話 理論上來說 他就會比較大的機率 你會出現在天天TV 但你要告訴大家 木尼從以前做影片到現在 從來沒有上過天天TV 好不好 我從來沒有被選進去 我每次點進去 從來沒有看到我在天天TV 那 希望這次成為合作夥伴之後 木尼的影片有機會上過天天TV 好不好 那再來呢 下面呢 他說提供製作天天玩樂園 各種內容時所需的基本資料 就是像 有些Logo啊 對不對 什麼頭像啊之類的 他可能會提供一些 他們官方自己的一些素材 就是像是 天天玩樂園的那個 什麼PlayTogether啊 這種 這種商標 有沒有 遊戲的那個Logo 他就會提供你這些素材 那你在製作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到他的素材 影片就會變得更多元一點 更特殊一點 更特殊一點 就會跟其他人不一樣 那以下就是填一些資料的就是 輸入一些名字啊 暱稱啊 你的ID啊 Email啊 頻道名 頻道住址 然後還有一些你的 YouTube的資訊啊 企劃啊 你想要透過加入合作夥伴之後 要做什麼內容啊 然後同不同意啊 做完之後你就可以提交 好不好 好 那 這時候大家也會想說 木妮 那我要怎麼樣成為 合作夥伴欸 我申請難道我就會過嗎 好 重點來了 目前呢 第一屆 我就講 我就純粹就只講 我們 繁體中文 區域喔 就是說 說中文的這個頻道 目前台灣區只有選四個 一個是 二十幾萬訂閱者的拿鐵 那再來就是 一萬多訂閱者的爽環頻道 再來就是 我嘛 一萬多訂閱者的 木妮 再來就是 小盒子 他也 他目前也接近快要一萬訂閱了 那 這個是以我們現在來講 八月二十七號來講 好 那在木妮那時候申請的時候 我 那時候申請的時候 是將近六千訂閱喔 我在寫那封 就是你們剛才填的那個表單 木妮的訂閱數大概是六千多 所以 木妮認為 第一屆的 天天玩樂園合作夥伴 他的門檻 基本上是要有五千訂閱以上 然後去做一些比較 就是你的頻道要有 大量的天天玩樂園的影片 那基本上這一次 就是 這四個成為首屆的頻道 基本上 影片裡面 幾乎很多都是天天玩樂園 所以我認為 這次選出來 也算是 怎麼說 算是 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第一屆要成為 合作夥伴 門檻就是五千以上 那之後 的門檻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 目前第一屆 我自己分析下來 台灣區 中文頻道區 你要達到 合作夥伴的門檻 就是五千訂閱以上 那官方也有告訴你們說 你們之前申請的 合作夥伴的信 就是那些問卷 你之前填的對不對 不要覺得沒有用 因為 第二屆第三屆 都還會繼續 使用到那些資料 好不好 所以你們自己 大家可以繼續 持續的加油 繼續做影片 相信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的 合作夥伴 一定會選到你們 好不好 也許之後的門檻 不會是五千訂閱 也許會往下降 那還有在努力的各位 不要放棄 繼續做好玩的天天玩樂園影片 給大家看 官方一定會看到的喔 好 那基本上呢 這部影片 已經告訴了大家 天天玩樂園 合作夥伴 的 報名方式 就是參加的方式 然後他必須要遵守的事情 以及目前 我們中文頻道 成為天天玩樂園 合作夥伴的 門檻 大概在哪裡 那之後 還會有什麼 門檻的變動 我不知道 因為 台灣區 就是 中文區大概就是 有四個 頻道 那我有觀察一下 日本區也是 選四個頻道 那 還有在努力的各位 不要灰心 繼續加油 好不好 那 以上呢 就是慕尼 針對這個 合作夥伴 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也不要說簡單啦 算是蠻詳細的 跟大家介紹的好不好 那 之後 慕尼呢 還有什麼 關於 天天玩樂園 合作夥伴的事情 我也會跟大家講喔 那 目前 我這裡 收到的資訊 合作夥伴呢 他除了拿到 寶石之外呢 官方好像還會 支援 就是關於這種 像是 下一次上面這種 VVIP PES的 空行證 他好像還會支援 合作夥伴 有這些 就是 算是福利嗎 還是支援內容 對 他好像還會支援這個 那 不確定是不是 每個合作夥伴都有 但是官方的 信裡面呢 有透露出來 還有就是 天天TV 會 優先曝光啊 然後 就像我說的那些活動序號 可能會有限額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訂閱者做一些互動 然後就提供一些LOGO 這基本上呢就是 目前我收到關於 合作夥伴的福利 的資源的內容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慕妮 跟大家介紹說 合作夥伴 確實的福利 就是官方來信之後的 因為之前這個問卷上面提到的福利呢 也許是暫定的 那在今天公布名額之後 官方也有來信 那我也不方便就是 完全的就是直接 把信公告出來 所以我算是 另類的方式跟大家介紹說 可能 合作夥伴呢 他會有什麼福利 好啦 那如果你喜歡 慕妮今天製作的這個影片呢 不要忘記 訂閱按讚還有留言喔 好不好 讓我知道說 你們喜歡慕妮這種介紹 這種影片 那我是慕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